抵達目的地 一名男子醉醺醺 走下車 車開走後 下車的男子竟然一屁股坐到地上 只見他不時躺下 有雙載機車經過 不小心擦撞上男子 整個人摔倒在地 但男子喝得太醉 無力動彈 對象只有台機車呼嘯而過 卻沒人停車關心 下一秒一台計程車一面而來 直接撵過男子 才晉級煞車 監視人員到場仔細搜證 現場遺留斑斑血跡 還有男子掉在現場的鞋子和包包 事件發生在十二號晚間十點多 台北市中正區 五十九歲的主姓男子聚殘喝了酒 回家時不生酒力 別坐在地 被機車擦撞 再被計程車輾過 頭部重創 送移之後宣告不治 警方對肇事的流性計程車駕駛 以及擦撞的王姓騎士酒冊 酒冊職皆為零 但主姓男子疑似喝太醉 躺在馬路中間遭年喪命 過年間團聚聚餐 就此天人有隔 要家人怎能接受 記者後遺症 姚立強 王英竹 台北採訪報導 字幕提供 李宗盛